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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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愿意再做傀儡皇帝 得他秘密的向英美请求帮助 但是英美不愿意为了朝鲜而惹怒日本 加上后来事情外露 高宗被逼 自杀 而他的死彻底的激起了朝鲜人们的爱国热情 而朝鲜人也被朝鲜人也被日本人送上了脚型下 既人离下的生活总归是充满屈辱的 朝鲜被禁止使用本国语言 还被强迫改变自己的姓氏 这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 不仅如此朝鲜皇室被强行绑架的到日本 为了能够消灭李氏王朝 日本人还曾扶持不能传统接代的人继承皇位 第一个被扶持起来的傀儡是李根 日本人断定李根不能生育 就将日本公主真子嫁给他为妻 不过令人可笑的是机关犯禁 的日本人这次却没有得逞 在十多年之后 真子生下了一个男孩 让日本的计划落空 当时的诊断医生也自杀谢罪 在二战期间 为了让更多的朝鲜人为日本充当炮灰 日本将朝鲜皇室作为傀儡 强行将皇室成员编入日本军队 更不用说是普通的朝鲜民众了 令人愤慨的是日本强迫朝鲜人祭祀日本祖先 想要将他们完全同化成日本人 战争结束之后 那些在日本 韩国生存的朝鲜民众日子并不好过 日本人不承认他们的国籍 韩国同样不要他们 诺大的朝鲜半岛 竟然没有他们的生存之等 忍辱偷生的朝鲜皇族 在日本受尽了苦难 李氏王朝的最后一位掌权者李久 在一家日本饭店含恨而终 传承了五百多年的李氏王朝 从此成为历史 一个善与旺季的民族 注定是没有前途的 请关注公众号 静说历史经说丽丽丽丽与您一起记录中华民族的繁荣与苦难 铭记每一天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关注公众号 静说历史经说明